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目前国评正在国内备战新加坡大满贯比赛 这一次的大满贯比赛也是一众主力 冲击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卷的一次重要机会 所以每一位球员都期待拿到好的成绩 在这一次备战期间 当然围绕着王曼玉在此前是否遭到国评教练组 弃用了这么一个问题 也一直是讨论不断 就在最近 王曼玉也在最新的国评专访当中 提到了自己最近遭遇的一些困境 也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在之前的韩国釜山视频赛上 大家可以看到 对比孙颖沙王毅迪以及陈梦 王曼玉得到的上场机会是少得可怜的 甚至在淘汰赛之后就再也没有登场过 所以在国评女团独冠之后 王曼玉直接在发布会当中坦言有一点遗憾 因为自己在淘汰赛之后就再也没有得到机会 这也连累他在后续的积分获取当中 对比另外三位队友少了很多 是非常吃亏的 所以在那次比赛结束之后 其实坊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猜测和舆论 甚至质疑王曼玉是不是遭到了国评教练组的孤立和气用呢 其实说到孤立气用的话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有一点严重了 并没有到这个地步 但是对比其他三位队友王曼玉的机会确实少了一些 所以就在最近接收媒体采访的时候 其实王曼玉呢也特别谈到了最近备战奥运会的一些困境 他说最近呢机会确实太少了 随着巴黎奥运会越来越临近呢 他也没有太多的办法能够提升自己的优势 争取拿到进入奥运会门票的机会 所以的话他也认为现在呢只能够靠自己 他用八个字来表达心声 那就是都是自己去想办法 说白了现在呢他也没有办法依靠别人 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况下 王曼玉呢也只能够想方设法来寻找一些比赛的机会 来提升自己的积分 争取在最后的一个期限到了之前 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这对于王曼玉来说应该是他的职业生涯追求 当然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王曼玉这番话呢 应该也算是喊话马林了 意思就是说自己作为一个主力球员呢 进来啊确实没有太多能够参加比赛的机会 也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所以的话如果马林呢真的有注意到 王曼玉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机会 让他有机会为国争光 也能够给我们国平女团在巴黎奥运会 争夺冠军呢增添一层保障 当然我觉得从最新的情况来看 其实王曼玉呢还没有到绝境 就像刚刚所说的新加坡大满贯比赛 就是一次非常好充斥的机会 这一次光光是单打的一个积分呢就高达2000分 所以如果王曼玉能够保住前二的排名呢 这一次他起码能够增加1000多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世界排名呢 完全有机会逆袭超越陈梦来到世界第二 所以的话其实对于王曼玉来说 现在的机会还把握在他的身上 也希望他不要灰心 不要气馁 把握好新加坡这一次的比赛机会 实现登顶拿到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 拜拜